2018年 圣母妮卡工作室给玩家带来了战神 游戏的战斗流程和剧情铺设堪称一绝 2022年 战神诸神黄昏拿到接力棒 势必达到粉丝们的期待 从我目前体验来看 它做到了 我有幸能体验本作前五个小时左右的内容 在这段时间里 我的心被牢牢地抓住 剧情走向甚至让我有些动容 如果新玩家希望了解之前的故事 或者老玩家希望回顾此前的剧情 本作有一个前情提要功能 这对于PlayStation游戏来说 已经是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希望它们能继续保持 一段简明额要的动画过后 玩家很快就会想起剧情 继续踏上新的旅途 故事一直围绕着 奎托斯和阿特柔斯父子俩之间的关系和理解展开 如今他们必须同心合作 一起度过三年的芬布尔之冬 而在一开始的剧情里 阿特柔斯的变化要比奎托斯明显得多 他会花大量的时间与遇到的动物互动交流 比如拉雪橇的狼或者商人手里的章鱼 他甚至会选择以自己的方式解开谜题 哪怕父亲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给他点建议 他也并非总是言听计从 阿特柔斯在本作中成长了许多 他一张嘴说话就能明显感觉 这孩子和之前不一样了 阿特柔斯希望进一步探索这个世界 揭开其中的秘密 而奎托斯似乎也更希望低调做事 保护儿子的安全才是重中之重 他似乎非常不愿意承认 自己真的能从儿子身上学到点东西 阿特柔斯在慢慢的长大 总会有独立的一天 自前作以来 父子俩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们也无法一直躲在一个 被魔法保护的冰天雪地的鬼地方 游戏开始 父子俩面临的头号大敌就是弗雷亚 巴格尔的死对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疤 可以想象他现在的愤怒程度 父子俩现在暂时安全的住所 马上就要土崩瓦解 为了讲好整个故事 制作组继续使用一镜到底的设计 《诸神黄红》的动画主管布鲁诺 维拉斯·奎斯告诉我们 这不仅能让玩家的沉浸感加倍 甚至在战斗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句 《诸神》 副子俩和秘密尔这次来到了很多新地方 比如有着温暖和讯的地中海气候的湿地 玩家可以在里面尽情游览 玩家可以选择直线推进主线 画面中会有一个明显的黄色标志 那就是主线任务 或者也可以沉浸在浩瀚的蓝色支线任务海洋中 同时地图之中也有很多可收集的物品 比如镀鸭 剑纹 苹果 以及传奇箱子 不过找到它们可不太容易 当然战斗中将敌人肢解的声音更是悦耳 不过本作中奎多斯撕裂敌人的方式又多了不少 不仅仅局限于手和混沌之刃 制作团队加入了特定武器终结系统 那是我们从前的游戏中最大的反应 所以在《神战华》的游戏中 我们能够有武器特定的刀 所以在前的游戏中 你会一直在《魔刀刀刀刀》 或者Kratos会用他的手 但这次如果你有枪或刀刀刀 你会获得不同的刀 如果选择战神难度开始游戏 那请各位做好心理准备 任何一丁点小失误 都有可能直接造成血条消失 甚至直接去世 但是这个难度下 玩家会不由自主地花时间 思考如何应对敌人 如何选择护甲 如何选择最合适的盾牌 毫发无损 杀过重重敌军 可是令人非常兴奋的 如果各位也要挑战这个难度 那布鲁诺有几句话想说 Boss战检查点的设计非常人性化 如果玩家清完检查点的敌人后 血量过低 游戏会给玩家足够的时间缓冲 并在四周找找有没有血包 在试完的五个小时里 我们见识了几个Boss 包括一只非常大非常生气的熊 一只狂躁的巨型蜥蜴 嘴里能吐出一滩电流液 以及奥丁之子索尔·奥丁森 索尔的Boss战简直棒极了 索尔一开始就对奎叶出言不逊 战斗时嘴也是从来没停过 毫无疑问 这场战斗是本作的亮点之一 完成度非常高 为了保证不给各位剧透 我在这里只能表示 这一关不算难过 而且十分有趣 躲避索尔的锤子 他的雷击都非常有趣 成功后就能对他造成一记重击 对我来说 最关键的是看清楚 每个Boss的特殊动作 然后反制 而这就意味着 我必须解锁一些有用的技能 撤销技能升级 也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选项 如果你觉得技能在连段中不适应 就可以直接遗忘该技能 小提示 各位也要注意给阿特柔斯升级 他的弓箭非常强 能冻结敌人 同时也能防止敌人给自己上buff 这次我们也想要展示他的 repertoires 让他表现 他比较一场战士 他已经有练习了 几年过去 在冰冰冰冰 我们也加了很多 melee动作为他 所以当你近了 他只能靠他的钞 他只能靠着他的钞 所以我们有很多 melee动作为 他还会打到敌人 而在2018年 还有更多选择 我们让Kratos 能令他更加抵挥 比他更加的 所以我觉得 他有两种 的队力和的近战 使我们让他更加纳一样 他在团队之间 合作为 带Kratos 在争取 游戏里提供了很多 不同种类的盾牌 适用于不同的战斗场景 每一块盾牌的战斗风格都有所不同 无畏战盾 我的最爱 这块盾牌就是经典的高风险高回报 只要玩家能达成完美弹反 那么双击格挡剑就能将攻击加倍返还给敌人 并造成眩晕 而石墙盾则不同 它的普通格挡能吸收攻击 而到一定程度后 就能将这些攻击释放出去 对附近敌人造成伤害 盾牌的设计都恰到好处 不会让玩家有头大的感觉 当然所有护甲都很重要 因为这决定了玩家的战斗风格 每一个护甲在升级时都有专门的加成 而当玩家收集好所有的资源后 就需要选择合适护甲 这对战斗很关键 你可以将自己打造成暴力输出型 眩晕攻击型 符文攻击 或者防守反击型 唯一值得玩法都是眩晕加格挡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组合 战斗部分打磨得无可挑剔 各种各样的技能组合 一念之差可能就是生死之别 来到本次前战尾声 我现在的感觉是 再没有战神诸神黄昏玩 我就要疯了 我也非常好奇制作组 还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